获得第三名的是来自郑州的长学床 武汉也是这次成员会举重比赛两枚金牌 对 两枚金牌 对 女子的田园 男子现在是田涛 现在两枚金牌的有三个 两个都是姓田 对 有三个代表团两枚金牌了 武汉 太原 南昌 现在看谁打破这个记录 他要破记录还要举一把 我们来看看全国的青年记录 好的 提琳之兄 腿力真是足 有点灿动 有点灿动 漂亮 好 成哥 非常漂亮 200成功举起 最后有刚刚适举成员的是 三国青年纪录制者 10号换选手的全超 他只能以200分开成绩 超浪 哦 已经超了亚洲青年纪录 超亚洲纪录 还超全国青年纪录 祝贺祝贺 现在盖铃可能要加到203 203的话就是要破世界青年纪录 超世界青年纪录 因为这是全国比赛 对 全国比赛 超世界青年纪录 应该要到203 哇 205啊 205 真是厉害 真是厉害 205啊 哦 这个全国青年纪录是五成会上 宋嘉文 哦 对 195 195 对 他这个 而且破得很轻松 200 对 那现在205了 要超世界青年纪录 说明这个 这个级别啊 嗯 湖北的水平是相当的高 哦 非常厉害 哇 吴小军可以举200 210几 嗯 训练的时候可以举215 男子举重亚洲青年纪录 刚才我们也介绍了 这是王鸿宇 啊 王鸿宇创造的 对 刚才已经是 呃 超了 嗯 现在205是要超世界青年纪录 是超世界 我们看一下男子77公斤级的世界纪录 是由佩雷佩切诺夫保持210公斤 这还是01年俄罗斯选手创造的 对 到现在已经过去10年了 嗯 已经过去10年了 对 他这个举起来 实际上距离世界纪录才5公斤 对 就是要6 6公斤破 对呀 他现在 前头无量 主要是 主要是主要是主的重量 啊 田涛这小伙子 前头无量 对 在鼓舞自己的士气 前头无量 94年17岁的小将 对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剑腕人 他的特点是腿 腰腿力量特别足 据说他的后盾能达到300 真不错 真不错 这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人才 看看他的体力做胸 嗯 很有信心 对 有信心 起来 他只要起来就有很大的机会 他腿力好 真是好样的 太棒了 太棒了 哇 真的不错 实在是精彩 太棒了 太棒了 205公斤 我们再次说一下 是超了世界青年纪录 并且距离世界纪录 只有5公斤的距离 这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成绩 而且还是个四十年运动员 对 17岁的小将 前头无量 相信他很有可能 是以后的世界冠军和奥运冠军 好观众朋友 那第七届全国城市运动会的举重比赛 男子77公斤级的较量到这里就全部结束 结果来自武汉的田涛 以绝对的实力夺取了冠军 那么获得第二名的是来自厦门的郭志敏 获得第三名的是来自郑州选手 长学闯 好观众朋友 今天的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我们的转播顾问